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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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发菩提新闻 作为大德比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看文句 然心愿差别 其向乃多 若不止成 如何去向 经为大众 略而言之 向有其八 所谓斜阵 真为大小偏原事也 云和名为斜阵 真为大小偏原也 是有行人 一向修行 不救 自新 但知外物 或求 立阳 或好 名文 或贪 现世 欲乐 或是发心 或是发心 明知为邪 既不求 立阳 明文 又不贪 欲乐 果报 唯为生死 为菩提 如是发心 明知为正 好 先看这一段 上面 把这个发菩提心 立坚固愿的重要性 做过阐释 下面呢 就从发心 立愿的 差别形象 来标显出 一个大成行人 修行的标准 那么这一段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 谈发心 发心的内涵 非常广 世间上 也讲发心 发求名的心 求利的心 求当官的心 求助善事的心 他由这个心呢 也立种种的目标 他的愿 修行 也有种种不同的动机 所以发心 立愿的 向状是很多的 那到底 一个大成的行人 正确的发心 和立愿 是什么 这需要善知识 来跟我们特别的 开始出来 才能令我们的发心 趋向正确的目标 否则 我们对自己 修行的这一念 动机 常常会 迷惑颠倒 是 错误的一个发心 常常都认为是正确的 或者正确的 认为是 不正确的 迷惑颠倒 所以 喜安大师 就特别的说 谈到这一点 了解到众生 发心 立愿的差别 像很多 如果在这里 不加以 指点 成熟出来 那么一切行人 就不知道 如何去趋向 正确的发心 所以 就 经为大众 略而言之 其向有八 向有其八 就是 现在呢 在这里 概略的成熟 八种 发心意愿的形象 这就归纳为 四对范畴 协和正是一对 真伪是一对 大小是一对 偏原是一对 这四对呢 协正和真伪 这两对 是对世间凡夫的发心而言 大小与偏原 大小与偏原是对初世间的圣贤的发心而展示 其目的都是为凡夫圣贤修行人指示发心修行的标准 那么 云和名为 协正真伪 大小偏原 这就 来 试问 试这个问 有一种 乘上 乘下的作用 来为下面 阐述这八种发心的内涵 做一个铺垫 说明这八种发心 哪些是正的 正确的 哪些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 我们可以 选择采取 不正确的 我们就得放弃 这就是取舍 舍去他 那么下面就具体的对这个八种发心 试对范畴 有一个非常精炼的概述 这种概述一方面是来自于佛典里面 释迦牟尼佛对严佛提众生的 一些心理和种性 好妖的把握 另一方面 也包含着 醒安大师 对那个时代 我们中国众生的一些状况的把握 那么这两种把握 都对于我们众生有普遍的这种描述和指导意义 乃至于现在我们看来都没有约出这些八种发心的范围之外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 什么叫邪 发邪心 离邪愿的这种内涵 是由行人一向修行 不救自心 但知外物 或求立阳 或好名文 或贪现世欲乐 或望未来果报 如是发心 明知为邪 第一种 我们 读这些文具 都要把它作为一面镜子 来照着自己 我们自己发心 在这八种里面 对号 入座 所以哪一类 那么这第一种是邪心 邪愿的相状 这个世界有一类修行人 他也知道修行很可贵 也想走修行的道路 所以他发现修行 但是他们发现修行 一向以来的修行是什么 不了解佛法的真意 佛教的修行 就是修心 要救民自新 我们自新 这个真儒自信 具足一切功德 那么一切圣贤呢 他的学问 都是在自新上 萧归自新上下功夫 鲁家的学术 像孔子都说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古代的学人 都是为己 为己不是说 这个自己的己 就是这个己 就是自信的民德 都是为了把这个民民德 做这样的学问 那么孟子也讲 做学问是求其放心 把放在外面的心求回来 这是在做学问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这个儒家的圣人 都把学问放在自新上 那么佛法更是心法 如果不在心地上下功夫 他就偏离了佛法修行的轨道 那么我们大小圣经典 千经万论呢 都是在心明违心了 都是在救命我们的心地 现在很多人 学佛人很可怜 他都不了解自己的心 自信是什么状况 这个每天的心源一马 没有办法去控制 自己每天打了什么妄想 一概不知道 没有在心性上下过功夫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去念佛 念佛就是在救命自心 我们的自心无心无相 但如何了解我们的心 那你就念佛吧 佛号就是实相 借托万德鸿鸣 来显我的自信 单刀直入 以念佛心如无生人 开佛之间 这就在救命自心 但你不在心性上下功夫 他就凭着他的余生俱来的我执 去追逐外界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心 五两界以来 都是奔驰在外面的五一六层上的 我们没有一刻的回光返照 安住在我们的自信里面 所以有这么一种修行人 他不在心性上下功夫 只知道持诚在外面 跟没有学佛的人 没有多少差别 所以但之外物 外物里面有几种呢 这里列出了四个对象 第一是获求利养 财力的供养 一切众生 他都以这个财 财物作为他的外命 这是众生贪欲的一个重要的对象 财生命是谁啊 他修行他还贪这些利养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人 包括修行人所组成的所谓的机构 一看都是在开庙店 一进去商业气氛很浓啊 收支高厢要多少钱呢 抽个签要多少钱呢 开个光要多少钱呢 他整个都是个求利养 这样使佛门里面 受到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 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尤其是出家比丘 如果他真心办到 一定不会饿死 佛菩萨会给他 事事供养的 一切有信心的信众 事众弟子 居士会给他供养的 然而他对这些信不及 他一定要自己去求供养 当他在心去求供养的时候 他就不能救命心地啊 不能安心在道业上 那整个呢 他就成了一个公司的职员啊 老板啊 这样的状态 我们在南方的 都有一些事院 称这个事院的负责人 就叫老板 成了一家公司性子的 这是货求利养 第二种是 或好名文 好事好要 他还离不开 这种要到处都知道他的名声 要知名度 这都是虚荣心在作怪 于是他就会搞一些新闻炒作 让很多报纸刊物 来登自己的光辉形象 谈自己做了什么什么事 做点小事都要登报 这都是呼号名文 他有的修行人可能不好利 但是好名 利放下的 对名的这种渴望就更大 第三种 祸贪现世欲乐 这个现在现世的五欲的快乐 要知道这个五欲 财师民事税 第一五条根 色相未出 都是我们轮回的根本 现在他看不破这些 放不下这些 而且挂着修行人的名誉 还要去贪这些世间的快乐 有的人就很讲排场 出门都要坐名牌的车 如果不坐宝马的时候 都丢不起这个脸 这是贪世间的快乐 不能淡泼明智 他一贪这些不能淡泼明智 他不能少于知足 他那个心就安定不下来 这个世间的五欲的快乐 滋味很浓 但是他的道味就没有了 第四个 火望未来果报 他修行是想得到 来世的人天福报 或者下辈子做人 能做大官发大财 或者修行想得到 上天堂的这样的快乐 这些都是邪的发行 但我们看到这些文具的时候 我们真有点感慨 现在可不就是 很多人学佛人 没有摆脱这样的一个 或求利益 或好名文 或团现实 欲乐或妄为来果报的范围吗 你看看很多到寺院去的 来佛教团体的 你问问他 有几个真的是为了求解脱 了身托是成就佛果来寺院 很多都是求这些东西 保佑自己 那甚至还有一个观念 认为学佛 怎么表明你学佛得到利益了呢 一定要身体比别人更健康 钱要比别人赚得多 官要比别人当得大 说明你学佛就有利益了 这些卦 这些观念还很有市场 于是很多人振振有词 我要积极勇猛地得到这些东西 我考上博士了 当上部长了 说明我学佛才有贡献了 才有利益了 别人就会来学佛了 他要做表饭 甚至得了病 我一学佛就好了 这说明我学佛很有利益 我们听到这些都是胆战心经的 这是指错的方向 这是发错的心 这是邪的东西 佛教对这些世间的这种 五欲的快乐 来世的福报 怎么去看待它 佛教对我们人生当中 遇到的种种的逆境 障碍 怎么去看待它 这要有智慧佛的之间去看待 这个净土石药里面 有一篇文稿 是元代的妙耶大师写的 念佛之子 念佛之子有其中一章里面 讲十大爱情 妙耶大师非常慈悲 他知道末法的众生的行人 一学佛道 他的魔障就会起来 魔障起来 往往透不过这个逆境魔障 就会退失自己的道心 使这个无上甚深的佛法 在他身上得不到利益 所以由这样的一念的 这样的悲心 他就写出十大爱情 让一切行人 先把自己放在一个障碍逆境里面 使这个障碍逆境成为修行 道也得到解脱的逆真上缘 这样的具爱 反而得到通达 如果具障碍得到通达 这就是以八苦为师 就能够一切障碍逆境 增强念佛的心 使净土的莲花更为的光明灿烂 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 反而你在一个瞬境当中 也会退堕 他这个师那爱情非常充满着辩证法 真是把人生 把众生的状况 描述得非常的确切 这师那爱情也不是妙耶 大师自己创立的 它也是依据佛经里面来的 比如我们跟大家介绍其中几个爱情 它是怎么阐释的 比如对生病的问题 他说念生不求无病 我们修行人不要求无病了 有病是好事啊 为什么呢 生无病则贪于乃生 你身里面有病非常强壮 这时候你的贪欲就上来了 大家想一想 自己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贪欲就会下降 如果身体营养非常丰富的时候 你什么都来了 干这个事也得这个享乐 贪欲来生 所以这个特别对比丘啊 你不要身体太强壮了 古人说比丘常带三份病啊 就好啊 如果他强壮得像篮球运动员一样的 道心又上不来 那麻烦了 下面就是贪欲生逼破戒退道啊 这个贪欲心上来了 他降服不了 他就会破戒啊 一破戒 他就成了佛法戒海的一个史诗啊 就会抛弃啊 他就会退失他的道业啊 所以一个修行人 要智慧观照 病这个生病的性是空的 知病性空 于是这个疾病就不会对自己产生脑害 不产生脑害 这样的疾病正好就是我们修行道业的良药 以病苦为良药 所以还要去求无病吗 有点病是好事啊 看下面 处事不求无难 你处在这个世间 不要求没有苦难了 没有恶难了 如果在世间你没有一切恶难 你的骄傲的心 奢侈的心就会起来 太顺利了 那你就像这个独生子女啊 一个骄傲的公主一样的 你娇奢的心起来 你就会欺负人啊 居高临下呀 就必能会欺压其他人 欺压一切 所以要体会到这个人生的苦难 它的本性也是虚妄涅力产生出来的 叫做体难本望 所以这样的苦难也不会伤害到我们 你知道它是虚妄的 不被这个虚妄的苦难所伤害 就像梦中你水难火难 你知道水火灾难很痛苦 但是你如果知道是梦中的这样的水火灾难 你也不会伤害到你嘛 所以这种苦难本来虚妄 难以牺伤 所以以患难为解脱 这种患难正好就是解脱的真上源 所以学佛你在这种患难里面 正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你在患难当中才能进步 你在安乐当中就死了 再看 某事不求一成 你做某件事业 不要去求很容易成功 如果这个事情容易成功 你心里就会成亲慢的心 你这个亲慢的心上来 你必须说我都有能耐 都有能力 他这个傲慢的心就会起来 但是我们要智慧观照 一种事业 是不是能成功 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完全是我们叙事的孽力所决定的 并不取决于你有不有能力 世界上能力的人多的是呢 为什么他做不成呢 想赚钱的人都想赚钱 为什么最少部分能赚钱呢 所以这个事情成功不是有你的能耐 所以以事难为安乐 这个事情很难 你把它看成安乐的事情 这是某事不求一成 被逆不求生命 就是被别人冤枉的 这时候常常是 哎呀我冤枉了 我要去到处来洗 洗清自己的冤屈 但是一个学佛人 你不要去到处声明自己如何的清白 如果你被冤枉到处声明的话 你就这个忍我就没有忘掉 忍我是非就来了 你存忍我是非 这里面相互之间的怨恨 会更加增长 支撑出来 所以在这种被冤枉的时候 你能忍得下来 忍下来 谦卑下来 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会说明问题 佛经讲 一个人污赖别人 就好像吐个痰 这个吐虚空 最后这个痰下来之后 还是污了他自己的图痰的人 过段时间知道他是诽谤的 那个诽谤的人 他有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你不去声明自己 反而人家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 所以以受你为行门 受到别人诬陷的时候 你不去辨白 这就是你在修忍辱波罗密 是最好的行门 是最好的行门 成就自己的人 所以一个修行人 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碰到等等这些逆境的 生病啦 苦难啦 事情很难办成啦 被人冤枉啦 但是你如果在这些当中 你能够把它作为修道的逆真上缘 这个明了这些世间之相的苦空无常 你就不是具有佛的知见了吗 不是具有智慧吗 你不这样去做 反而一天到晚念佛 一定要身体健康 一定做事没有障碍 一定这个要考上什么博士学位 要怎么都把这些学佛念佛 都作为世间的一个东西去了 这正好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个大陆很多念佛人 还是在这个观念当中突破不了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醒安大师是如何看待这个 这个问题的 这都是邪的范围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都求人田福报 学佛都摆脱不了这些 明文立养 世间的五欲的快乐 来世的人田福报 这都是很可怜的 离开了学佛的正确的轨道 和正确的目标 那么正确的这个发现是什么呢 既不求力养明文 又不贪欲落果报 唯未生死 为菩提 如是发心 明之为正 跟上面正好相反 一个大乘的行人 他不求明文力养的 这个明力是世间的这种动力机制 是轮回的根本 我们要离开这些东西 也不求现世五欲的快乐 这些五欲的快乐 全体都是苦 没有什么乐可言 来世的福报 你也是三世愿 你以今生 持戒念佛 修善的这样的福德 感到仁天福报 在仁天福报的时候 又去造恶业 第三世下地狱 这不是三世愿吗 所以这些都要放下 一个发心 就是为了生脱死发心 为成就无上菩提发心 这样的发心就叫正 好 请看下面文句 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却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却 如灯万刃之山 必穷其顶 如上九层之塔 必造其顶 如是发心 明之为真 有罪不忏 有过不除 内着外倾 使情终淡 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之属 夹杂 虽有善法 伏为罪业 之属 染污 如是发心 明之为味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是辨别第二对范畴 真和味的相状 心心上求佛道 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却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却 如灯万刃之山 必穷其顶 如上九层之塔 必造其顶 如是发心 明之为真 先看这一段 发真心的相状 上面谈到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两大核心内涵 那么当我们发了 上求下化的心之后 这个要心心念念 不间断 不忘记 不丢失 那么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他这个念念 这个谨记 就把这种 自我的这种观念放下 这个观念也在 这种发心 也是自然而然破我之 当这个念头 这种发心 在我们的每个念头当中 都把持住之后 他就会 这种念力的熏息 产生巨大的那种 力量 这种力量呢 能够使他具有 圣身的这种智慧 所以 闻到佛道 长远 不生退去 这种真心呢 我们知道 这个成就佛果 可是动经三大 二生极迹 乃至无量极 所以佛道 成就的过程 非常久远 这里面 就有可能 使那些 怯弱的众生 一听 就害怕了 他就不敢 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目标太遥远 在法华经里面 华成玉 就谈这个问题 一个 善知识 能够聪明 练达 他带了一批人 要到一个 大的保守里 保守 就是 成就佛果的目标 那个距离 有五百游选 走到中途的时候 这批人 就对这个善知识说 说我们 疲劳之急 走不动 就想 回去 退转 这已经走了 这么长的路 往前走 他们又不肯走 退过去 那也 没有终结 所以这个善知识就方便 以方便之力 在三百游巡的地方 变化了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 也有宫殿 楼阁 种种庄严 男女充满 就指着化成说 哎呀 你看看 这个前面的大城不远了 毛毛进都不能去了 一到那里 就能得到安稳了 得到休息了 这些想退转的人一看 前面不远的地方 还真的看得见 看得见就增强了 他们的这种希望 力量 他们都 鼓足余勇 就到了那个化成 一到化成 这批人就以为到家了 身安乐想了 安稳想了 这个善知识这时候告诉他 你到这里 是第一阶段 也能得到涅槃 那是偏正涅槃 有余涅槃 要成就佛国 还要向前走 在五百游行的地方 才是目标 这批人 这批人已经到了化成 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种角力也练出来了 心量也大了一点了 在化成他能够回小向他 进一步的向前走 走向成佛的目标 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讲 如果众生 他开始就闻到一佛秤 就是成佛的话 他马上就不想见佛了 就不想亲近佛了 为什么呢 他会心里起这么念头 说这个佛道太遥远了 你在走的过程当中 太辛苦了 久秀勤苦 乃可得逞 所以他就怕了 怕了他就不想走了 所以这个佛呀 知道众生这样的一个 狭烈的心 叫怯若狭烈 就以方便力 在中途变化一段 一个化成 让他终止 所以就说两种涅槃 这是对那种 那种中下根基的人说 如果对于一个上根利器 他闻到佛道长远 他不仅不生退却之心 而且生稀有难兆之想 他就会勇猛精进的去做 那么这样闻佛道想要 不生退却 这就要发菩提心的人 才能做得到 菩提心发不出来的人 他一定会害怕 那么这是上求佛道 不生退却 然后在智慧观照 众生难度 不生厌全 一个菩萨 要度众生 但是众生是刚强难化的 对刚强难化的众生 也不能去厌倦他 一般人的心里 对自己投缘的 喜好的 就对他很关爱 爱之欲其身 对自己 对一些对着干的 不听话的 非常熬裂的 就心里就很讨厌 你看有很多做父母的 对子女总是很关爱 如果这个子女老是不听话 不听话 最后他都厌倦了 你给我出去 你不是我的儿子 跟你化清父子关系 他都会生厌倦 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这个对刚强难化的众生 无量节以来 是跟随他 教化他 无量节他都不回心 不受教化 都不生因厌的 其舍之心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心 这个成就佛道 广度众生 这两个目标 怎么去做 一定要有波罗蜜的种性 一定要到达 他的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好像一个爬山运动员 登上万人 登万人之山 认是八尺为一认 那这万人就是八万尺高这样的山 登这么高的山 一定要登到山顶 必穷山顶 才能种子 不能在半山腰里面就不爬 半山腰里就是种子化成 一定要穷山顶 就像上九层的 这个塔呀 佛塔 也一定要上到最高一层 所以一个修大乘行人 他的种性 一定要到达目标 才后领 不到达目标 一定要不取不扰 波罗蜜种性 到家 这样的发心 就叫发真心 发真心 好 好 请看下面 跟真心相反的 是 有罪不忏 有过不除 内着外倾 使情中淡 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之属 甲长 虽有善法 负为罪孽之属 染物 如是发心 名之为味 味就是虚伪的发心 一个真正发心修道的大乘行人 要忏悔多生多劫 以及今生的罪过 罪是什么 就是有心去造作的 叫罪 过呢 是无心而造作的 叫过 过事 罪就来得重 过就来得轻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过 所以 每个修行人都要忏悔罪过 发露罪过 就好像我们的衣服 已经有污点 要把它洗干净 所以佛法有种种的忏悔法 就使我们的修行 能够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么 有一类虚伪发心的人 他对自己的罪过 不忏悔 不除灭 自己的功德 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 自己的罪过 严严密密的保密 不让别人知道 那么这样的情况 就会形成内足外倾 内足就是内心 充满着贪嗔痴的 着染 然后他外表 又显出他很有修行 很持戒 的 清静的样子 就是内足外倾 由于他内心的罪过 没有禅掉 又有这样的虚假的心 来修行 他开始 可能修行非常猛烈 但是过不久 他就懈怠放逸 不能持久 我们确实看到 很多修行人 开始学佛的时候 你看他 每天非常的用功夫 再过几年一看他 整个的就 回到了没有学佛前 一样的样子 还有的始情终代 到了什么 退转的 没有边际的程度 上次听一个 大和尚说 有一个比丘 他开始修行 非常精进 勇猛 一定要开悟 结果修了两三年 没有开悟 他都觉得 整个的对佛法 都丧失了信心 最后繁琐了 世青终代 那么虽然也有些好的发心 但是里面都夹杂着 名利在里面 一个人能够把名利的心除掉 是很不容易的 开始他的发心 也想修清净的佛法 但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夹杂着这种名利的念头 独树在里面 虽然他也修种种的善法 比如 慈戒 修定 以及 修桥补路 慈善事业 他 都在做 但是 这些善法里面 也被他往昔的罪孽 烦恼所污染 是有漏的东西 不能成为无漏清净的功德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 这个世间 众生修行的 一个普遍的现象 不真诚 虚伪 这个虚伪 是凡夫众生 都是具有的 这个修行 一定要真实性 关键讲的 这个发三种心 即便往生 首先就讲 自成心的问题 自成心 赞导大师 对自成心 有一个很详细的全心 这个自成心 就是要 阐明 一切众生修行 一定要 深口一山一 所修的 无论是读诵经典的 知见 还是他的 一门深路的行持 他都要从 真实心里面去做 他这个 艳离 说婆 一定要 深也表示艳离 口也表示艳离 意也表示艳离 真实的去艳离 那么 不得在外面 外现 闲善 精进之相 外面表现在 他很善 很有德能 很精进修行的样子 但是里面是怀着一种 虚假 欺骗人的心理 里面充满着贪欲 充满着憎恨 充满着邪尾的心 奸诈 百端 充满着奸诈的心 这个修行人 执行是道场 然后他整个的 就是用畸心 他用畸心 还不以为词 反以为荣 觉得他多么厉害 多么会玩手段 这个奸诈百端 那么这种 贪嗔邪尾的 这个恶性 你很难去化解它 刚鼻自用 所以表现的那种事情 就叫 虽然修点善法 这里面就夹杂着 这样的 贪嗔邪尾的毒在里面 这叫杂毒之善 这个杂毒之善 它是不能有效果的 甚至会产生 很负面的作用 就像好像 这一杯饮料里面 本来是很好 但是里面 杂着一些滴滴微在里面 你还敢喝吗 所以这样的杂毒之善 又叫虚假之行 就跟真实 就离得很远了 不真实 如果他不真实 他用这样的杂毒之心 之善的这样的心去修行 纵然他修行非常精进 日夜十二个时辰 都向奴旧投燃的去修行 他能不能生到净土呢 此必不可以 善道大师给他一个 他绝对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念的这个名号 以及要求生的西方极乐世界 他全体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当中 行菩萨行的时候 他是从真实心里面 所流现出来的 法藏菩萨在他 五两节的修行当中 他的身口一三一 所修的这种行持 乃至一念一刹那之间 都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 所以他所施舍的净土 见的名号 给予的功德利益 都是真实 我们讲感应 你的真实才能感应真实 虚假不能跟真实感通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愿往生的心一定要真实 因为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的这样的大愿是真实的 我们一定要用真实愿往生的真实的真实的愿来 你不能够用的真实的愿往生净 你不能去求人天福报的心去感通的 所以一定要真实 这一点 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修行佛法 得不到的愿往生净好 就是我们内心充满的畿性 奸诈 这也是娑婆世界众生的常态 《法华经》里面剖析娑婆世界众生 他有几句话 人都必恶 这个世界众生大部分都是必恶 心性漏蝶不持戒 具有恶的倾向 怀真上慢 供高我慢 功德浅薄 自己的福德智慧都很浅薄 但是还认为自己了不起 然后衬着残取 里面充满着憎恨的心 然后对一些事情非常缠媒 内心非常弯曲 见到自己的上师什么 就像疤狗一样的 见到下师就非常盛气凛人 他这残取的心 再就是心不实顾 内心不真实 所以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 为什么相处得那么辛苦 那么矛盾摩擦 你看一个个戴着虚假的人格面具 有几个能够真心交流的 实际的话都很难相信他其中的一两句话 你看人活得就在自欺欺人里面颠倒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 为什么才体会到孔子 为什么特别强调成呢 就是对我们的虚假而施设的一个药方 一定要真诚 你有真诚才有智慧 成者民一 民者成一 你看当时这个菩萨界 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谭摩擦尊者过来 他是一个 这个律 戒律非常通达的一位大德 当时有一位道进比丘就想 给这个谭摩擦尊者求菩萨界 这个谭摩擦尊者就说的一句话 说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这个心多残取 又无刚节 难道还有求菩萨界的人吗 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道进比丘 听到这个身体大忏悔性了 他自己就忏悔 像弥勒菩萨求 最后真的他赶得了菩萨界界体 一赶得之后 他这个谭摩擦尊者 谭摩擦尊者一看着他 马上起身去迎候他了 说你不简单了 你已经得菩萨界界体了 所以通过这个 你看看 我们这个中国人 这样的毛病也是很深重的 以至于真第三章 想把菩萨界的律藏 想传到中国都传不过来 那个律藏一上船 船就往下沉 如果我们修行人 不能把这个扭转 这种虚伪的心 永远得不到第一 好 请看下面 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成 我愿方尘 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观三界 如牢狱 是生死 如冤家 但其制度 不予度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小 好 请看 这个 第三对范畴 辨别大小的相状 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成 我愿方尘 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这是第五 辨别大心 的相状 一个大乘行者 发的心 一定要广大 这个广大 众生借 就是指十方 无量 微尘数 佛刹 有情 众生之界 为什么会有 众生界 是由于有 众生的 孽 才能够 依这个孽 受报 所以一般说 众生也不尽 那么 所受报的 众生戒也不尽 如果 众生戒尽 我愿 我愿方尽 这就是说 我的大愿 要度尽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都得度了 无众生 可度 我这个 大愿 才终结 这就相当于 普行菩萨 十大愿望 众生戒尽 众生涅尽 众生烦恼尽 我愿方尽 这是对众生而言 度尽一切众生 如果有一个众生 还没有得度 这个菩提大愿 没有终结 众生度尽 方尽菩提 那么从 这个上其佛 佛道来说 一定对无上正等正觉 这样的菩提 要圆满 福德智慧 具足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 成就 我这个菩提愿 我们才能够成就 所谓 这个三大阿尘几节 由十祖 十心 十佛 像十地 等觉 庙觉 成佛之后 还要经过 一百小节 最快是九十一节 用百福 庄严 三十二项 八十水星 这些 都是福德智慧 完满具足 之后 我的这个愿 才叫成就 那么这样的发心 就不是 得少为足了 不是度一部分众生了 而是要度尽一切众生了 不是得到 有余的涅槃 不是得到 藏通别的 这样的佛果 而要得到 大乘圆教的佛果 这样的愿 才叫大 观三界如牢狱 是生死如冤家 但求制度 不于度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小 小秤的发心 发小秤心 这个小秤的行人 他也有圣神的智慧 他能观察 这个三界 这三界就是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六重天 色界十八重天 无色界四重天 这样的三界 是六道众生 属一子的地方 那么从天文学的概念来看 这三界也是非常大的 一个区域 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身文智者的眼睛来看 就像牢狱 怎么理解这个牢狱 我们大家 也许没有坐牢的体验 但是你看囚犯 他如果坐牢了 就没有自由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三界 轮转的众生 他的烦恼 瘾力 还在 他非常被动的 轮回 不息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受这个聂力的这种驱坡 所以他的本质上 是没有自由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是牢狱 那么我们的身心 色寿相形是五蕴 这样的色身 是小牢狱 三界是大牢狱 无论是小牢狱 大牢狱 他的逼迫性 他的苦难性 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牢狱 有这种感觉 这是智慧 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不有这种观念 观三界是牢狱 有牢狱的感觉 他出离三界的心 就非常的猛烈 就好像囚犯 关到牢房里面 是不是每天都渴望着 什么时候能出来 但我们现在迷惑颠倒了 可能刚进牢狱的时候 还想着怎么出来 然后待久了 觉得牢狱里面还不错 还不想出来 把牢狱 看到自己的快乐的家 这就我们三界的这些凡夫众生 没有一念的处理 就好像关在牢房里面的犯人 他不愿出来一样 所以能够把这个三界 关照到是牢狱 这是生文的智慧 比凡夫众生高出太多了 在他观察这个生死伦准的逼迫性 苦难性 这就叫冤家对头 我们对冤家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大家都喜欢看亲家 跟自己有善缘的人 见到相互欢喜笑眯眯的 能够碰到冤家 冤家路窄 见面分外眼红 谁都想避免跟冤家对面 但往往就要跟冤家对头碰面 冤家对头一定要碰面 所以冤家碰面 他就有一种很苦的感觉 很煎熬的感觉 他内心就想离开这个冤家 那对于生文行者来说 这个生死轮转就像这个冤家 他的逼迫性 他的苦难性 他一定要离开这样的生死的苦难 他就修四圣地七绝分八正道分 三圣七道品 来断三界内的建货施货 他断了建施货 他才能够出离三界的轮转 所以生文行者 这个是三界 观三界炉 老义 是生死炉 冤家 他这种心是非常 非常迫切的 所以生文行者 他要发厌力心 很强的厌力心 这个生文行者 有时候修不静观 他修到一个程度 对这种身体的厌力 厌力到什么程度 就想要自杀 所以或者用刀来自杀 或者服毒药 或者上吊 用绳子上吊 或者头伸坑 他这样厌力 所以他在这样的厌力 激迫的情况下 他一心想到自己赶快 杜脱这样的苦难 所以只是自己杜脱 没有广大的慈悲之心 没有普度一切众生的心 这就叫小 小秤 就是他杜脱的车子很小 只能运在他自己 那么大秤 不仅是自杜自杜 而且也能够带很多人渡过去 就像他的车秤很大 就叫大 所以这个 他只是小而已 但是能够有观三界奴 牢狱是生死奴 冤家这样的观照 他的观念是对的 只是他心量没有打开而已 对这个生死轮转的真相 我们要有奴时的观照 唐代的家祥大使 他林涅槃有个祭 他里面谈到 一切这种寒痴带毛者 就是这种有情死的生命 都是喜爱生而害怕死 贪生怕死 一般都是这样 但是死 你害怕的死是从哪来的 是从生里面来的 有生才有死 如果不生 不生就不会有死 所以你不要去爱生而不死 你应该看到 出生 就知道他终究会是死 我们出生的第一天 就迈向了死亡的第一步 迈向了这个过程 所以应该对生 要哭泣 要低哭 而不要去害怕死 从因上解决 那么我们念佛 实际上是解决 三界的牢狱 和生死的冤家问题 这个佛号是无生的 母女宝珠 这个佛号 无生 他才无死 没有生 没有死 他才是无始无终 他才是无量寿 无量寿 是超越的这种生死 这是大小一对 好 请看下面 若于心外见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愿成 功勋不忘 知尽不明 如是发心 明知为偏 若知自信是众生 故愿度托 自信是佛道 故愿成就 不见一法 离心别有 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国 亦无虚空之相 可得 如是发心 明知为圆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是辨别 偏和圆的相状 那么 若于心外见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愿成 功勋不忘 知见不明 如是发心 明知为偏 这是第七 辨别 偏的 发心 发偏心的想 这个偏 是 偏于两边 不是直作空 就是直作有 没有中道的智慧 就叫偏 那么 这个大乘佛法 讲有全教的菩萨 有实教的菩萨 全教的菩萨 他行 他行 四项上的六度 十教的菩萨 行离体的六度 行四项六度 他跟离体的六度 有一个差别 就是有不有执着 离相 还是 这个直相 那么全教的菩萨 他在心外 见心外有众生 他愿意去度脱 心外有佛道 愿意去成就 所以他在这样的心外 见法的过程当中 他也精进勇猛地修行 修行的功勋呢 他时时刻刻记在心中 不能忘怀 有能修行和属修行 所以他这个功勋不枉 知见不明 不明就是不明灭 就是能度和属度的分别之间 不能消敏 如果他也发了大乘菩萨心 也有真心来修行 但是他不明白原教的道理 执着有众生可度 执着有佛道可成 功勋不枉 就好像梁武帝 跟达摩祖师的一个对话 梁武帝见达摩 他就功勋不忘了 说我振一生 这个见事愿 度身重 做得很多 那我有不有功德 那达摩祖师一针见血 并无功德 说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 他就不高兴了 那么进至妙园 不由外德 真正的功德 不是在外面 事项上求得的 如果功勋不忘 有能 能行和属行 他只是在有漏的福德的范围当中 你不是无漏的 亲近的功德 所以这两个人 话不投机 那么达摩祖师就一尾度将到松山少林寺面壁去了 那么这里表明这个见有 能度数度 风讯不枉 这样的发心就叫偏 若知自信是众生 故愿度托 自信是佛道 故愿成就 不见一法敌心 别有 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可得 如是发心 明之为圆 这个圆 就是圆龙 这个发圆而不偏的心 这里落之 这个落之就是用智慧观照 才能了之 了之什么 自信 我们本句的真如自信 他就是众生 一些众生是自信里面的众生 所以自信众生 是愿度 这是圆教菩萨发的愿 自信佛道 是愿成 他能了解 我的自信 跟佛 跟众生 是没有差别的 是一体的 是平等不二的 所以愿度 自信本具的一些众生 那么佛道 也是自信本具的 是心是佛 只是我们本具的佛性 被那些烦恼执着 掩盖住了 只要我们把烦恼执着 撤除 那么自信的佛道 就朗然现前 无欠无虞 所以自信佛道 故愿成就 那么这里 就是 无论是自己的身心 还是一切万法 都不离开自己的 一念心 所以 使法界 一正庄严 都在我们现前 介尔一念心中之内 所以不建一法 离开我们心性 另外存在 这是大乘原教的一个理念 我们的真心 韩国虚空法界 虚空在我们真心里面 就好像在天空当中 一片小云 如片云点太清理 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 岔土是在虚空里面 虚空是在我们真心里面 你看我们的真心 大方广 就 无有边际 广大 如虚空 究竟无边际 这是我们真心的状况 那么这个真心里面 它现出了一念的 这种巴斯的心 就好像 广阔的大海当中 生了一个佛欧 一个水泡 那么这里面 我们讲 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十万亿佛萨之遥远 这个空间的概念 是从我们的 圆引心里面建立的 所以我们圆引心里面 距离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个空间的概念 在我们的真心层面 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的真心里面 所以 一切法 都不能离开我们心性 而另外存在 如果 心外还有法 还有净土 这就不是佛的知见 那么这样就要 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这个心 愿 行 果 都是 如虚空 如虚空怎么理解 他两层理解 第一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利愿 我们的行持 我们的正果 他的广大的像状 就像虚空 这是从他的广大来说 那么 从他的实质体性来说 这个虚空是什么 就是无自信 我们的心 是空的 是没有实体的 空无自信的这一念心 就比喻成虚空 没有边际 我们的心 空无自信 我们的愿 也是空无自信 如虚空 我们的行持 也空无自信 如虚空 比如行持 金刚经讲布施 布施你要三轮体空 对于一个金刚般若的智慧人 你没有能布施的我 没有属布施的对方 中间没有布施之物 这三者布施 都是空性 这时候 他这种布施的 这种福德 就变成了无为的功德 所以不住相布施 无住相布施 所以这个行 也要有这种虚空 无自信的布施智慧 行也如虚空 于是这个国也如虚空 我们正道的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佛国 你不要执着 它是实有的东西 它也是无自信的 所以金刚经讲 无有定法 名额罗多罗三名三布施 这个涅槃 也没有一个实体的涅槃 涅槃也无所得 毕竟空无所有 以无所得故 才得阿鲁多罗三名三布施 你住有所得 都是邪见 所以了之 这个发心 利愿 修行 正果 都是空无自信 更进而通达 这个空 自信空也空 这个叫空空亦空 亦空到底 你不要去执着 有一个空向 也没有一个空向可得 所以就说 亦无虚空之相可得 这就是 修而无修 无修而修 发心 也是 这个 无发而发 无怨而怨 无形而行 无正而正 才叫真行 真心 真怨 真果 所以这样的一个 认知 这样的一个发心 就叫原教菩萨的发心 好 请看下面 知此八种差别 则知审查 知审查 则知去取 知去取 则可发心 云和审查 为我 所发心 与此八种 为邪 为正 为真 为伪 为大 为小 为偏 为圆 云和去取 所谓去邪 去为 去小 去偏 取正 取真 取大 取圆 如是发心 方得 名为 真正 发 菩提 心 也 好 请看这一段 这就是 醒安大师 这个 盖书 前面 八种 发心的 象状 内涵 进一步的指示 如何去 取舍 知此八种 差别 则知审查 知审查 则知去取 知去取 则可发现 这就开始我们 修学大乘佛法的行人 要知道 上面这八种 发心的 差别形象 它各有不同 你知道这个 才能知道 自己去 审度 思差 这种 要去 思维 要去 比较 有比较 才有 鉴别 所以 作用我们 思维 我们知道 怎么去 审视 考察 就能 知道 这八种 心 哪些是 好的 哪些是 不好的 我们每个众生 都有 无私 自然 自然 自广 大 自 他会有这种 辨别的能力 只要把这个 一摆出来 他 审视 好处之后 就知道 取什么 舍什么 知道 去取 那 知道 应该 应该 什么 应该 舍 什么 他才能够 如法的 发 菩提心 不至于 昏头昏脑 发错了 发了颠倒的心 本来想往西方去 他发心到东方去了 而且越往东方 走得越近近 离目标越远 现在世间发心 尤其碰到个邪师 叫你发心 那真是一忙 引重忙 镶嵌 落火坑了 这个事情很多呀 所以我们一定要听 大善知识 明眼善知识 跟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 抉择 那么 原和审查 为我所发心 与此八中 为邪 为正 为真 为为 为大 为小 为偏 为远 这里他就 请问 怎么叫做审查呢 我们每个人都得要反省自己呀 你自己的念头 你因地不争 果造于取呀 你发的一念心 就不证 那结果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果是从因来的 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能自己欺人的 你自己要回光反照 审查下 我作为一个佛教徒 无论是出家在家 我开始发的心 在这八种当中 是邪的发心 还是正的发心 是真实的发心 还是虚伪的发心 是大称的发心 还是小称的发心 是偏执的发心 还是圆龙的发心 你得要问自己呀 要审查呀 看看我最初发的这念心 到底属于这八种当中的哪种 奴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你只要问自己 别人说不出来 因为你这一念心 别人又没有他心痛 而且你虚假的发心 装得比真的还真 那么 云和去取 所谓去邪 去味 去小 去偏 去正 去真 去大 去圆 如是发心方 为真正发普提心 显安大师 真是很慈悲 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指点 怎么样去取舍 特别的提出一个问题 云和去取 下面就全息取舍的方法 对于一个真正发普提心的邪人来看 对于那些邪的发心 就是求名闻立养 求人田辅报 求现世五余的享乐 对这个邪的发心 对虚伪的发心 对小乘的发心 对偏执的发心 要舍弃 毫无保留的去掉 如果原来我们有这四种发心的内涵 邪为小偏 赶紧把它从内心清除出去 就像把那个逼草 把它拔掉一样 毫无保留 毫不吝啬的去掉 对于其中的 这种真心 正 正确的发心 真实的发心 大乘的发心 原教的发心 要毫无条件的 要把它保留下来 唯有这样的去 做认真的取舍 这样 在这种基础上发普提心 才叫真正发普提心 所以从这里 我们有一个圣身的启示 就是我们学佛的动机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动机 一定要有佛教出世的本怀 超越的意向 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 这种鸟身脱石 原成佛骨 度一些众生 这样的一种超越本怀 对这种世俗化的 一种逆转 现在有一世间 众生 他都很世俗化 于是接纳一种宗教 也用它世俗化的心理 来接纳 于是清静的 超越了佛法 也变成 着染的世间的东西 这些我们在很多宗教常属 都看到 实在是太世俗化了 所以现在我们每个行人 要从我们当下 发的这一念心开始 来把佛教的这种 微妙相结的 莲花的品格 要展示出来 要有大乘菩萨的精神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佛教需要我们去传播 面对着很多外道 宗教的挑战 如果我们的佛教 不去传播的话 我们的这种范围越来越小 如何才能报答佛恩 要讲经说法 逢法立身才能报答佛恩 所以华元经说 假使顶带 成点节 身如床坐 变大千 若不说法度众生 无能报答佛恩德 你就是顶带佛 这样的供养 经过成点节那么多 你布施的长座 变满三千大千世界 这样的功德很大 但是如果你不能 讲经说法去度众生 你还不能真正的报答佛恩 所以自信教人性 劝尽行者 让一切众生 能够相信 净土法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真正报答佛恩 所以这样的一种 佛教的法运 推广 实际上 它就细在了 每一个佛教徒的 发心上 你有大乘 菩提心发起来 你才能去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劝尽行者 捉炉来死 所以我们才体会 醒安大师 为什么这么弃学济伤 哀告现前大众 不仅是自己利益度托 也是令佛教 长久住在这个世间的 先决前提 而这一念发心 是每个人要真诚地 面对自己 解剖自己的 看到这个佛教 这种法若魔墙的状态 这种衰微的状态 是我们每个人发心 有问题的 现在就要 根据醒安大师的 这样的一个开示 把我们的发心 放在正 正的发心 真实的发心 这种广大的发心 原教的发心上 这样我们自利利他的 菩萨道 才能够成就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阿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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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